现在是施火锅的季节 那么很多人在火锅里面都要放丸子 所以也是丸子销售的热剂了 那么现在呢 这个消保官就去抽查 结果发现有很多知名工厂的丸子 日期标示不明 甚至含防腐剂却没有标示 最高可以罚20万 冬天吃热腾腾的火锅 现烫的丸子吃起来滋味特别享受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 其中许多的丸子标示不实 消保官决定开闸 当面这个食品条 也没有写到这个防腐剂 但是却验出0.81 这个也是标示不实 最高可以处20万元的罚款 粘贴的方式来标示有效日期 随时都可以篡改 私下就可以贴心 所以消费者会怀疑说 那到底有效日期 是不是2010年7月27号 仔细看 这家在新竹相当知名的贡玩食品公司 制造日期可以随时私下来 再换上新的 而另外这家 在云林的制造工厂更夸张 整座工厂不仅脏乱不宽 随时有成群的苍蝇黏锁着上面 更严重的是 包装上面没标示 含有防腐剂 没料到却被消保官当场抓包 说这个业者 现场 几二十万也被我们发现 但是他辩称说 我们这个几二十万 不是放在这个贡玩里面 就放在这个素食火锅料里面 但是我们去加拿到 那你的素食火锅料成品 他说我们已经没有在生产这个 小宝官跟北县卫生局 在各大卖场进行抽烟调查 对于市售包装 及散装碗类食品 一共是四十件 进行防腐剂的剂量调查 发现其中一共有十四件 含有吉尔吸酸等防腐剂 尽管检验的结果完全合格 不过海瑞食品制造日期 标示不实 可罚三到十五万 预期食品则是完全不标示 含有防腐剂 可罚最高二十万 中天新闻旅学号 张志威 特别的